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夏天太阳很大 整个人都快要被烤焦了 但是小心紫外线照射之后 如果脸上有斑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个健康笔记本 要考考各位观众朋友 下列哪一个是有效去除晒斑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是镭射除斑 第二个是去斑药膏 第三个是脸部去角质 我们先来问问你签谈 你觉得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雷射除斑 因为我朋友他脸上有很可爱的小雀斑 但是他自己不喜欢觉得不漂亮 所以他就去做医美去做雷射除斑 然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是他做完第二次疗程 明显雀斑就有改善了 所以你觉得答案是雷射除斑 效果很好 周佑呢 我也觉得是雷射除斑 因为雷射的话可以淡化色素 如果长时间治疗的话 应该会有去斑的效果 你自己有做过吗 所以你是亲身经验这样子 好很多 我本身是选择第三脸色去角质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会担心雷射除斑的话会有反黑的情况 对对对对会有反黑情况 所以我本身的话我就是请保养 我每天就是我没有每天啦就是我一个礼拜里面我会就是去角质一次 然后敷面膜然后我会用导入仪导入一些美白啊保湿的东西 你自己买仪器回家慢慢导入 对对对对 我买仪器 然后会常常导入这样子 然后又加上说我会使用杏仁酸 那杏仁酸的话因为我皮肤比较薄 那我也不敢说每天使用 那也不敢早晚使用 我就是每天晚上使用一次这样子 然后来保养我的肌肤这样子 那我想请问一下医师就是说啊 那我这样子的话 我的赛斑啊会不会就是比较减少 那赛斑会不会越来越深这样子 您是在回答Crystal的问题之前 先帮我们来解答一下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多少 这个题目他是说除赛斑的方法 所以呢是说赛斑才是最有效的用这种方法除 答案是雷射除斑 那其他的斑点就不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除 我们后面还会有其他的斑点 是那针对Crystal的一个问题呢 Crystal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认真保养的人 对真的 的确他做的方向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你会用导入的方式 其实有些人他会用什么左旋C导入啊 那一些家用的导入鱼的确比你单单 擦保养品来的好一些 那这些成分他其实会让你的色素 呃代谢的比较快 或者是抑制黑色素的沉淀 那再来你刚刚提到杏仁酸 杏仁酸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去角质的成分 那这个成分他除了会让你的角质代谢变得比较正常 比较不会有粉刺的形成之外 杏仁酸这个成分他会去抑制 我们皮肤在制造黑色素的其中一个酵素 所以他抑制了这个酵素会减少你的色素形成 欣姐听说呃之前为了美白 然后联方宇使用那个三合一去斑膏造成大轰动是不是 对啊他非常喜欢这个三合一的去斑药膏 但是这个药膏是其实是厨房间使用的药膏 就是不是在一般市面上可以随便买得到的产品 那这产品这个药膏里面就是有对本对本二分对本二分的成分是淡斑的效果 那其实还是要用还是要到医疗院所去给医师开厨房间看你的斑是怎么样再去做使用 因为有些皮肤比较容易敏感的人使用这个东西容易出现红肿过敏这种情况 嗯对是那像一般市面上的保养品啊其实是没有治疗的效果 还是只保养为主就很多像是有胸果素啊或者是美白酵素 但并不是就是真的是治疗蛋白的作用这样子 是所以还是要找正规的医生来帮我们 您是对本二分听起来真的好神奇哦 有这种效果吗 好其实大家常听到有个三合一的这个药膏 其实三合一顾名思义就是要有三种成分 第一个呢是肋固醇 那肋固醇呢通常是温和的肋固醇 它是要用来预防我们这个后面的药性的产品 它擦在脸上会有一些刺激性 第二个是去角质的成分比较常见的是A酸 好再来呢就是主成分对本二分 那其实本来在临床上面研究这三个成分加在一起 的确会有氮化色素的效果 因为对本二分它本身会跟刚刚提到的杏仁酸一样 它会跟皮肤里面在制造黑色素的过程中某一个酵素结合 那这个酵素结合之后它的酵素的制造就会被挡住了 所以它就不会再继续往下游制造 那里面那个A酸的成分是要加速角质的代谢 所以当你已经行人的色素经过角质的代谢加快 就会逐渐的脱落 可是因为刚刚那两个成分它都会有刺激性 所以要把温和的肋固醇给加进来 所以通常这样子的成分不建议使用超过三个月 如果太长期使用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副作用 比如说皮肤会变薄 比如说血丝会变得比较多 皮肤会变得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视情况来决定 你这个药膏要用多久 它的疗程这样不要一直长期的用下去 那像斑点它有分 例如说深层斑 浅层斑 在治疗方面有不同吗 对的确 因为斑点我们本来通常它就是一个皮肤的问题 那我们通常一定是确定这个问题是什么 再来决定说我们往后要怎么治疗 比如说以老人斑来说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面这个老人斑 它看起来就是厚厚的黑黑的一颗一颗 我们经常都形容它像连在脸上 对那个其实就是长期紫外线造射 而形成的斑点 那这种厚厚的老人斑 它是以角质化为主 所以我们通常做的治疗 都会是那种有伤口的雷射 比如说尔雅各雷射 打完之后要贴人工皮 让这个斑点它可以在人工皮的保护之下 慢慢地长成漂亮的心皮 那刚刚还有一个叫做雀斑的这个部分 雀斑的话呢 就不一定需要用到有伤口的雷射 你可能如果不选择用雷射去除 你也可以选择常听到的 比如说脉冲光采冲光这样的仪器 那分次治疗 这样子你隔天还是依然可以上妆 就不会有太多的伤口要照顾 降低反黑的几率 那晒斑的话 因为它跟雀斑是类似的 类似种类的斑点 色素在皮肤的位置 生前也是类似的 所以它的治疗也是类似的 你可以选择你单次贪心一点 你就用雷射一次把它打干净 但是你要好好照顾它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想要分次慢慢做 那你就选择彩虫光 脉虫光来做这样子 是 所以除了这个浅层斑之外 另外深层斑 这个是什么 好 深层斑呢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胎记 或者是颧骨母斑 很多东方人 在两边的颧骨的地方 会有那种淡淡蓝蓝的 然后看起来边缘是模糊的 的小斑点 像这种就是很标准的颧骨母斑 为什么会长这个 这个大部分是基因的关系 所以它长的深度就会比较深 就有点像胎记这样子 它的深度通常比一般 我们因为紫外线造射 而形成的色素来的 比较浅一些 那这个是比较深层 所以深层斑的话 通常它一定得用雷射 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你用脉霜光彩霜光 什么浸敷的方式 它也没有办法打掉 所以通常做这样子的斑点 一定会有一个术后 照顾的修复期 所以你一定要严格的防晒 然后严格的照顾伤口 才不会让那个色素退得太慢 是 所以除了这种深层斑 浅层斑之外 我们皮肤是不是就真的这样一刀两断 就是分这两种 对 当然不是 我们在这一辈子人生这么漫长的当中 一定不可能只有长一种斑点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斑点 还有一种复合性的斑点 它可能会有好几种斑点 全部在同一张脸上 比如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斑点 是 这个呢 现在我们看到最明显的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黑黑的 这个老人斑 但是小小的这几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晒斑 可是在这个老人斑跟晒斑底层呢 还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淡淡的一层底色 这个色素的分布在上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会直接用三合一药膏 或者是一些美白导入来做治疗的 叫做肝斑 那肝斑呢 它其实不是代表说你的肝不好 所以你产生肝斑 肝斑是因为它的颜色像竹肝 所以我们俗称它肝斑 它是因为女生荷尔蒙变动的关系 那造成脸上的色素沉淀 那这种斑点最怕打雷射 所以你一旦脸上有了肝斑 但是你想要用雷射治疗 很多人他会经常弄小沉着 越弄越黑 所以医生在帮大家决定 你的斑点要怎么治疗的时候 其实要先看到脸上有哪些斑点 才有办法规划你后面的治疗 是 所以治疗斑点呢 还是要对症下药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有更多的解决方法要告诉您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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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